无德而修 真实的获得 虚菩提白佛言 世尊 佛得欧妙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无所得也 佛言 如是如是 虚菩提 我于欧妙多罗三秒三菩提 乃至无有少法可得 世名欧妙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谓无所得 是指没有定法可得 佛蕊妙法本是自己所有 非心外而得 本来无师 故无所谓有德 若以为有所得 还是执情未忘 凡夫以为物可得 法可说 都是有助的执着 也有人以为 法不可说 也不可得 但可以心得 这样还是落入了执着 就是所谓的 誓障 礼障 誓障 障凡夫 礼障 则障 菩萨 无德 就是要破 事理二障 法不可说 就是要破 语言文字之障 若能得无德之德 才是真德 才能还现 本来的清净自信 金刚经中说 所谓佛法者 即非佛法 佛陀在金刚经 破了一法 又立一法 立了一法 再破一法 无论破或立 都是要我们 不住一法 要明就 波蕊自信 有一天 天然禅师忽然宣布 我想念山林 终老之地 于是 结束了云水生活 去南洋 丹霞山 节安而居 三年之内 不少人 纷纷前往餐学 他的门下 竟多达三百多人 遂将茅庵 扩建成院 他经常对门人说 你们那个东西 要好好保护 那不是能谈论之物 难道禅 可以解释吗 又哪里有什么佛可成 佛这个字 我一辈子都不爱听 现在学佛的人 纷纷扰扰 都忙着参禅问道 却不知自家宝藏 我这里无道可修 无法可证 了却自心 别无疑虑 不了自心 明确本来面目 就像瞎子 牵着一群瞎子 一起跳入火坑 天然禅师 破除凡夫 以为有个正觉可得的事账 又破除理账 当我们以为自己懂得了 悟到了然了 凡事就有定见 惩见 甚至要拿知识和修行 与人较量 争个高下 自以为得的修行 反而成了我们的障碍 所以要无德而修 波瑞超越知识和智慧 因无所助而生起心 真功才能生妙有 孟窗国师年少时 千里迢迢的到京都 异山禅师处参学 有一天 到方丈室叩问 弟子大事未明 请和尚指示开悟法门 异山禅师严峻地答道 无宗无言句 何有一法与人 孟窗再三恳求 请和尚慈悲方便 异山更加严厉地道 我这里没有方便 也没有慈悲 多次得不到异山禅师的指点 孟窗自蠢与禅师无缘 只好下山 在往连仓的万寿寺 寇参佛国禅师 佛国禅师给予他 更无情的棒喝 使一心求道的孟窗 更加痛苦 他伤心地对佛国禅师发誓 弟子若不到大修歇之地 绝不复归见禅师 于是 孟窗独自在山林苦修 日以继夜 静默思维 有一天 坐在树下 微风徐徐 心中凛然如镜 不知不觉已至半夜 正要上床时 身子往墙上一靠 不料却跌了下来 原来那里没有墙 是他以为那里有墙可靠 跌倒的刹那 孟窗不觉失笑出生 就此豁然大悟 脱口便是一记 多年绝地密清天 天德重重爱厌恶 一夜暗中阳路砖 等闲几岁须空谷 那里没有墙 但有人以为那里有墙可靠 有些人不愿修炼自己坚实的金刚正觉 向内见到剥蕊自信 以为依赖别人 倚靠着一些承说定法 就能得悟 就能活得自在 这样是执迷不悟 就是迷信了 孟窗国师开悟时年三十一岁 德物的因缘源源自禅学慈悲 以无情的傍贺诗方变法 要他不执着文字 也不执着法效 波蕊心正在我们心内 也不执着文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